我們一般稱作孔雀椅 孔雀椅主要就是 它這個腳有點像孔雀的腳形 它的背有點像孔雀開屏的樣子 這種孔雀椅其實早期都是家裡面常見的 可能放在餐桌上做餐桌椅 早期的時候是女子結婚的時候 他們娘家會幫她準備孔雀椅當作嫁妝 所以如果是比較富裕的人家 它的這個材質雕封就會非常的精細 我們現在這裡看到的這兩張孔雀椅 是不同的材質的孔雀椅 這個材質的孔雀椅最早壞掉是 整個連頂柱連中間的背靠 還有下面的熱水全部都壞掉了 我們大概也從這個色澤 大概知道這個顏色比較新的 是新修復過的 這是重新雕刻組裝前的 這次陳立全老師他特別參考其他椅子的物件 把這個孔雀也能恢復到早期的時候 這個很富貴的一種雕飾 隔壁這個是南木 南木的孔雀椅是比較堅實的 我們這種孔雀椅最容易的就是 因為這邊都是鑲嵌 他們有用釘子 鑲嵌久了之後 搖著搖著晃著晃著 很容易就把補珠跟下面的 這些背靠屏的零件就鬆脫了 所以這種椅子來的時候 其實整個進步都是不能做的 都是完全毀壞的 那這個呢 南木做的比較堅實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椅子比較簡單 它沒有很漂亮的標示 其實珍珠椅子 四張椅子 它其實相當難得 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那種漂亮的孔雀椅 是相當的難得的 那這個 那下面這個呢 我們可以對照前面的那個燈斗 這個燈斗 這張比較完整的畫面 而且這張應該是 差不多初步修復上過期的 我們可以 待會也可以到前面去比較看看 那這個孔雀椅呢 經過整個一組維修了之後 其實它的價碼就還得很高 好 那這個是呢 這個 沈黎玄老師的創作 等於是半創作的成品 因為原來呢 真的是毀壞得很厲害的 這樣 謝謝 謝謝 找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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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